体态恶魔的变种丧尸又来了 这一回他们突破了封锁区 整个人类社会即将迎来末日危机 欢迎继续收看节后余生的第三季内容 过时紧接上一季结尾 爱卡公司实验室被变种人攻占后 集团高层不得不对外宣布 疫苗研究无限期延迟 官方的武装力量随即强势介入 开始对整个莫斯科进行地毯式清理 幸存者们只要身体健康 便会统统送出病毒封锁区 他眼睛会尖叫的变种人 也成了外界极力追捧的对象 不少电视台以此为噱头 制作成综艺节目展现在民众面前 可有关爱卡公司的罪恶手段 却极少被人提及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爱卡公司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只有一位管理层被软禁在自家豪宅内等待调查 而上一季的主角团也陆续离开封锁区 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 维度萨莎仍然徘徊在封锁区域内 她还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那就是前往爱卡公司实验室 倒去他们的核心数据库 这可是扳倒他们的重要证据 跟萨莎一起的小女孩叫做琳娜 这是她之前在街区无意中遇到的 实验室里的守卫虽然被清扫一空 但是周边聚满了变种人 萨莎和琳娜好不容易潜入实验室 却发现里面的变种人数量更多 琳娜底气十足地表示 她可以先去前方探路 因为之前在外面流浪时 她发现变种人似乎不会攻击小女孩 萨莎刚想拒绝 转过头却发现琳娜已经消失不见 她连忙顺着走廊追去 隐约间看到前方有道人影 萨莎刚刚戴上耳机 却不想身后居然站着一个变种人 直冲灵活的尖笑声响起 而这边的小女孩则要幸运许多 变种人果然不会主动发起攻击 没过多久 她便在大厅中遇到了丧尸女王莱雅 此时萨莎还躺在地上苦苦支撑 好在关键时刻 大帅哥米特及时出现 随手挥退变种人后 她告诉萨莎 近距离的情况下 耳机的作用其实不大 想不到莱雅和米特 居然把实验室当成了自家后花园 这下萨莎再也没有阻碍 很顺利地接入了艾卡公司的数据库 她准备拷贝完资料就离开莫斯哥 见米特打算一直待在这里 萨莎劝她小心一些 军方正在清理整座城市 他们迟早都会杀到这里来 米特起初还未当回事 直到莱雅感觉外面有陌生人接近 走出去一看 好几具变种人都倒在地上 紧接着又有一位同伴被爆头 米特连忙拖着莱雅退回实验室 萨莎通过监控看到大量士兵已经闯入 现在必须立马离开这里 莱雅还想留下来跟同伴一起战斗 米特提醒她 别忘了肚子里的孩子 莱雅顿时一愣 随后便跟着米特匆匆逃离实验室 转眼间她便换了一套装束 走到一位救护车司机身前 她想发动精神控制 谁知却意外失败了 好在米特及时现身 轻易将司机迷晕过去 莱雅此时也来不及反思控制失败的原因 随着众人匆匆跳上救护车 萨莎利用电脑黑入军方系统 给大家安排了新的身份 成功骗过守卫之后 他们总算顺利逃离了封锁区 接下来众人要考虑的 就是如何回归正常生活了 一行四人分道扬镳 萨莎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帮助琳娜找到失散的母亲 莱雅则要麻烦许多 因为她的黑色双毛 很容易被人看出端倪 而主角团的其他成员 此时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雇佣兵安德鲁第一时间找到雇主复命 想不到对方居然是位军方大佬 他给安德鲁安排了新的任务 那就是找到能够操控变种人的莱雅 因为官方已经将克莱托病毒定义为生物武器 必须将其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军方大佬最后还不忘提醒 不得透露任何有关艾卡公司的细节 和安德鲁一起逃出来的妮可 也被军方安排了一份职务 那就是训练师里的陪练师 相较于他们两个 瓦勒则要悲剧许多 因为在隔离区内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 突然回归到正常生活 他表现得极不适应 遇到的任何人都感觉要对自己不利 女友那家特意给他找了一位心理医生 可惜看上去作用并不大 况且如今的瓦勒一无所有 只能跑去平民区谋求生计 这里聚集了不少从莫斯科逃出来的难民 从事的全是最累最廉价的工作 而瓦勒的女友那家则要幸运许多 身为记者的他又掌握了大量变种人的信息 很快就被一家大型电视台看中 负责人准备为他量身定做一档节目 前提是所有内容必须经过审核才能播出 那家有心想要拒绝 谁知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响起 安德鲁将军方大佬的警告转述了一遍 这让那家放弃了曝光爱卡公司罪行的念头 最终答应了电台负责人的要求 结果毫无意外 他的节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追捧 不过大多数内容都是有关幸存者如何逃生的 对于爱卡公司的罪行之字未提 电台老板对于那家的表现十分满意 决定正式聘用他为终身员工 那家心中欢喜 这可是功成名就的好机会 稍有遗憾的就是 无法揭露爱卡公司的罪行 与此同时 军方大佬迎来了国家安全部的负责人 为了更快研制出病毒疫苗 他特意推荐了一位人才 这次多亏了对方 及时透露了实验室被变种人攻占的消息 随即办公室大门被打开 走进来的居然是爱卡公司的前负责人爱娃 军方大佬知晓他的身份后 整张脸瞬间垮了下来 因为现在军方所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在给爱卡公司擦屁股 可爱娃一上来就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之前所做的事情 都是公司高层的错误决策 他愿意弃暗投明进行弥补 况且他了解病毒实验室的一切 正是研制疫苗的最佳人选 军方大佬最终被他的说辞打动 于是就这样 爱娃要身一变 以军方负责人的身份 重新掌控了原先的爱卡实验室 并将其命名为国际病毒研究所 想不到就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便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对方正是克莱托病毒的发明者 为其博士的学生托利 他的出现可谓是雪中送炭 负责人爱娃亲自出门迎接 托利本来就是为打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如今有了整个实验室的支持 他的熊熊野望再次复燃 瞬间便将官方要求的疫苗研究抛住脑后 表示他所主攻的方向 仍然是如何操控这些堪称完美战士的变种人 爱娃心中暗爽 这和他当初的畅想简直不谋而合 是以托利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 但是如果被人发现 必须声称一切都是自己的主意 或者自然不会在意这些骂名 立刻投入到新的研究之中 爱娃将一切看在眼里 越发欣赏托利的敬业精神 甚至不惜余力的施展魅态 看得一旁的托利口干舌燥 爱娃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趁机提起了丧失女王莱雅 对方不但拥有自我意识 还能操控其他变种人甚至人类 很有可能是因为怀有身孕的缘故 科学狂人托利顿时两眼放光 爱娃原本是想利用她找到莱雅的踪迹 却不知对方早就跟地堡中的幸存者反共成仇 经过一夜的思考 托利想出了一个替代方案 既然抓不到莱雅本人 他们可以制造怀孕的变种人进行研究 爱娃呵呵一笑 其实她早就想到了这个方法 可如今军方强势介入 她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让孕妇感染病毒 托利简直就是科学狂人转世 既然这种方式行不通 她还可以让变种人以人工受惊的方式怀孕 即便以后被发现了 他们也可以解释成实验需求 爱娃的脸上一出笑容 两个坏种凑在一起 果然竟是想些伤天害理的主意 而他们要找的丧失女王莱雅 此时已经被米特带到一间公寓内 她说这是自己好兄弟的住所 可以暂时借助一段时间 莱雅还是有些不放心 米特劝她不要多想 先洗个澡放松心情 她要去外面买些生活用品 可当莱雅洗完澡出来时 却发现外面坐着一个陌生男子 原来是米特的好兄弟突然回来了 莱雅连忙跑回去戴上墨镜 可以跟他保持足够的距离 谁知好兄弟不知好歹 声称之前都是跟米特共论女友的 随即便一把摘掉了莱雅的墨镜 当米特买完东西回来时 只看到自己的好兄弟全身血迹地躺在地上 显然是莱雅失控杀了对方 米特心中气急 第一时间将女友带到荒无人烟的郊外 她认为只有远离沉销 才能让两人恩兴生存下去 女子穿过阴森恐怖的树林 却没发现一具变种人站在身后虎视单单 掉在不远处的男友 想要追上她的步伐 加好跟那只变种人撞个正着 米特吓得转身就逃 却不想迎面又遇到一只变种人 这回她算是插翅难逃了 好在关键时刻 两名变种人齐齐停止攻击 原来是丧尸女王了呀赶到了 米特惊魂未定 大妈这里怎么会有变种人 却不想对方突然恢复了人类意识 四个人面面相去 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随即两名变种人将米特二人领到一处飞机庄园 这是他们临时居住的地点 看到大厅中的两位陌生男子 米特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不仅仅只有莱雅 眼前的两名变种人 也是因为男友的呵护 从而能够间歇性的恢复成正常人形态 唯一有些不同的是 他们没有控制其他变种人的能力 艾卡公司刚刚覆灭时 这群人战乱逃出了封锁区 随后便在此处定居起来 这里是其中一位变种人的祖产 只有一位双目失明的祖父居住在一楼 老人家并不知道自己的孙女成了变种人 只是告诫众人没事不要乱跑 这里的村民对外人很不友善 米特却是不以为意 以他的人格魅力 和村民搞好关系并不是难事 第二天一大早 米特来到距离不远处的小村庄 三言两语便和村民搭上话 这里虽然地处偏僻 却是莫斯科难民最佳的避难地点 村民们担心他们把病毒带过来 所以表现得十分排外 米特顿时陷入沉默之中 当天夜里 几位村民突然跑到山庄门口 说是有人发现了一位莫斯科难民 他们打算进入山庄搜索 米特刚想拒绝 领头男子接到电话 说是那位难民跑去了树林方向 这让蓝亚的心情降到冰点 看样子他们想要待在这里 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另一边的萨莎和米特分别后 便开始帮小女孩林娜四处寻找母亲 黄天不负有心人 这天她总算在一处公园偶遇对方 可令人无比遗憾的是 林娜母亲之前是在爱卡公司 接受免疫治疗后 才被放出隔离剧的 因此所有的记忆全被抹除 萨莎掏出母女俩的合影解释了好半天 才勉强让她接受林娜 就是自己女儿的事实 可不管怎么样 萨莎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接下来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东转西绕之后 萨莎来到一处隐蔽的地下公寓 这是她黑客朋友的据点之一 可开门的却是对方的妹妹蒂娜 她说哥哥在病毒爆发后就失踪了 只留下一台电脑说要转交给萨莎 蒂娜试了好几次 可惜一直无法开机 萨莎确实不以为意 他们黑客之间传递的消息 怎么可能轻易被外人截获 稍稍摆弄之后 黑客朋友留下的电脑成功开机 对方特意录制了一条视频说明情况 原来病毒爆发时 萨莎被荡城实验对象 关在了地堡中 黑客朋友为了找到她 动用大量资源进行调查 最终所有线索 齐齐指向了艾卡公司 于是她收集了不少罪证发到网上 想以此要挟艾卡公司放人 谁知这些帖子不但石沉大海 她的位置也被人反追踪 萨莎看到这里心中一沉 黑客朋友应该是被艾卡公司抓走了 是生是死就不得而知了 而此时那家的事业 可谓是蒸蒸日上 负责人为了增加节目可看性 特意找了一位来自隔离区的特邀嘉宾 那家打开资料一看 赫然正是小女孩琳娜 母女俩历经艰难再次相遇的故事 掉走了观众的胃口 从而让节目再次攀上新的高度 这边的萨莎吸取了黑客好友的教训 并没有选择将艾卡公司的罪证发到网上 而是直接复制一份送给了那家 希望她能找合适的机会 在节目里曝光 那家不由的摇头苦叹 任何节目必须经过审核才能播出 但她还是收下了罪证副本 希望以后能够派上用场 刚刚送走萨莎 她又迎来有军方背景的安德鲁 对方特意跑过来警告那家 千万不要在节目里乱说话 你不知道艾卡公司的水有多深 那家偷偷跑到办公室打开电脑 萨莎送来的硬牌里 储存了大量实验资料和监控视频 其中很多都是对幸存者惨无人道的迫害 这时候电台负责人跑过来通知 公司特意给那家举办了一场宴会 希望她能带上来自隔离区的男友参加 瓦勒得知这个消息后 原本想要拒绝 但又不想扫了女友的兴致 最终无奈点头答应 第二天一大早 瓦勒精心打扮一番来到那家的公司 众人对她表现得十分好奇 不停追问变种人的各种细节 可瓦勒不想讨论这个 她说艾卡公司比变种人更加可怕 众人一脸的不相信 犹如听戏一般让瓦勒仔细说说 瓦勒忽然变得激动起来 祈求大家不要把别人的苦难 当成落区的表演 用手拍了拍负责人后便直接离开 可她刚刚走出大门 几个保安便冲过来 将她按倒在地 理由是离开时没有登记 那家在旁好一番解释 瓦勒这才摆脱了麻烦 她的内心憋居无比 可那家也没好到哪里去 自己的男友在公司撒泼耍横 这要她以后如何跟同事相处 瓦勒却有自己的坚持 在隔离区经历的苦难 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更不会让那些始作俑者逍遥法外 那家的怒气顿时消散许多 表示要回公司跟同事们解释清楚 而瓦勒则回到平民区继续卖鼓励 却不想妮可主动找来了这里 看到瓦勒的工作比较辛苦 她想帮对方介绍一份雇佣兵的工作 可瓦勒却直接一口回绝了 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无拘无束 这时候一位工友跑过来打查 得知妮可来自封锁区 令瓦流露出满脸的嫌弃 瓦勒怒火中烧 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直到工地老板过来 才将两人劝阻拉开 见识到瓦勒的暴脾气 老板当场便将她给辞退了 可妮可却十分欣赏瓦勒敢爱敢恨的性格 特意将她带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散心 两人聊起隔离区的共同经历 情到深处居然热闻起来 直到妮可突然反应过来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爱人 这样做貌似有点不合适 而那家并不知道 自己的感情迎来了危机 电台负责人给她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 那就是前往隔离区实验室进行采访 那家顿时喜出望外 借过隔离区的通行证 她开始翻看提问内容 随即整张脸就垮了下来 因为全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 根本无法触及到实验室的内幕 不过更让那家郁闷的还在后面 当她顺利抵达实验室时 所有变种人都用面罩遮住了羊毛 安全主管说是为了防止被她的家人看到 而那家采访的对象 居然是生死对头托利博士 她表面上装作镇定无比 私底下悄悄打了个电话给负责人 她要拒绝采访托利这个毫无底线的疯子 负责人直接撂下狠话 如果你不愿意 有的是人等着排队干这份工作 那家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采访过程中 所有问题和答案全是设计好的 她想要提出一些坚弱问题 可不是被安全主管打断 就是被托利拒绝回答 采访结束后 托利单独找到那家 称赞对方她能隐忍了 明明想要杀掉自己 却表现出不相识的模样 那家对此没有否认 脸上再次挤出职业般的笑容 可她回到电台总部后 就再也笑不起来了 采访内容经过剪辑时的处理 摇身一变成了歌颂大会 再一看上去 艾卡公司以及托利博士 简直就是全人类的希望之星 那家连忙跑去找负责人理论 这篇采访明明就是颠倒黑白 负责人反问她 实验室里的人 难道不是在为国家的健康而战吗 只要这篇采访已经播出 那家的知名度会再次提升 那时候的她才有资格 在节目中表达自己的看法 一边是心中的坚守 另一边是美好的前程 那家再一次选择了妥协 采访节目当天晚上 便在全国播出 瓦勒看到这份视频后 整张脸几乎扭曲到变形 两个人因此大吵一架 那家责怪瓦勒不该生活在过去和仇恨中 应该放眼未来追求更好的生活 瓦勒心中满是苦涩 原来那家自始至终都不了解自己 沉默两久后 瓦勒主动提出分手 此时的那家也在气头上 于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连随身携带的背包都忘记拿了 瓦勒颤抖着双手 取出包里的隔离区通行证 悄悄塞进了自己的口袋中 也许对她来说 病毒隔离区才是最好的归宿 而另一边躲在庄园中的米特等人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嘈杂声 原来早上村子里 博物人家的小女孩走丢了 村民们齐齐出洞四处找人 当然这处庄园也不能放过 虽然老祖父表现的异常强势 不准任何人进入 可村民的态度也很坚决 眼看就要破门而入 躲在屋内的变种人 瞬间切换成战斗模式 嘹亮的枪声响起 经的门内外双方齐齐一愣 紧张的气氛也稍稍缓和下来 枪声架好引来附近的一名警官 村民擅闯四代肯定不合规矩 最后全被带去了警局喝茶 一场潜在的冲突总算化解 可莱雅却丝毫高兴不起来 这种见不得光的日子 还要持续多久 她甚至产生了返回隔离区的想法 至少在那里可以生活得无拘无束 不仅仅只有莱雅 另外两位变种人同样感到憋屈无比 贴心的米特察觉出了众人的不快 居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带着大家来到荒无人烟的树林 她要在这里举办篝火晚会 让众人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 一群年轻人来得热火朝天 莱雅跑出来透气时 突然察觉到附近有陌生人的气息 于是立刻切换成变种人形态 带靠近气息来源后 发现对方正是村子里走丢的小女孩 即将成为人母的莱雅心中意软 当即带着小女孩走出树林 靠近村口时才让她独自回家 使之小女孩十分能忍 跑出几十米远才大喊着有变种人 结果这件事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了 有村民建议直接报警 米特连忙打断 到时候村子肯定会被隔离 领头的小黄毛觉得有道理 决定发动村民先去树林里找找看 米特第一时间跑回去 将这个消息告诉同伴 两位变种女孩心慌的同时 还不忘责怪莱雅多管闲事 如果不就那位小女孩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莱雅却有自己的坚持 对方毕竟是条鲜活的生命 面对村民的猎杀 其实咱们不用坐以待毙 清晨的深山笼罩着一层厚厚的浓雾 村民们手持武器 四处寻找小女孩口中的变种人 忽然不远处传来变种人的奸笑声 所有人紧张的环顾四周 看样子小女孩并没有说谎 可惜树林实在太过茂盛 再加上浓雾环绕 怎么可能发现有心想要躲藏的变种人 所有村民越发紧张起来 明明感觉变种人就在附近 可偏偏见不到她的身影 这种煎熬他们一辈子都不想再次尝试了 米特试图改变双方对峙的局面 他装作漫不经心的询问领头的小黄毛 你是如何看待变种人的 却不想对方的答案出乎意料 他曾经的女友延忍了病毒 不过从未主动攻击过自己 反而是被那些警察一枪击毙了 看样子小黄毛对待变种人 并不像世人那般绝对的排斥 而这场荒唐的狩猎 也以村民差点吓尿而草草收场 回到山中的米特飞都快欺诈了 那些村民都带着枪支 你还能跑过去吓唬他们 很有可能发生意外 莱雅有些不服气 难道咱们就该一直躲在庄园里吗 刚刚没有杀人已经算是很克制了 米特顿是预测 变种人和村民之间的矛盾 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难道真得走到相互冲突的那天吗 而这边的电台负责人 再次安排那家前往隔离区采访 可后者却发现自己的通行证不见了 思来想去 他决定打电话问问瓦勒 谁知对方直接挂掉电话并关闭手机 因为瓦勒想将通行证据为己有 他还是决定去一趟隔离区 只要找人替换掉照片信息即可 瓦勒回到居住地准备收拾行李 谁知妮可居然主动找了过来 得知对方又要进入隔离区 他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难道就是一个受虐狂吗 可瓦勒却有自己的追求 自从得知艾卡实验室还在运行 托利纳个疯子也活着 他连一个好觉都没睡过 妮可难得的真情流露 表示自己舍不得瓦勒离开 结果两人再次缠绵在一起 却不想那家刚好过来寻找瓦勒 这下也不用过多询问了 他和瓦勒的恋情算是彻底完结 回到公司的那家 第一时间找到负责人 表示自己的通行证被人偷了 后者立刻通报安全局 让关贾守卫小心有人蒙混过关 可怜的瓦勒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前女友出卖了 他还想利用假证件混进隔离区 结果当场就被守卫抓个正着 好在瓦勒和安全局的安德鲁关系不错 对方也知道他前往隔离区的目的 质责瓦勒就是一根筋 那些罪犯自然会有人去惩戒 瓦勒立刻出声打断 你之前收集的证据有用吗 安德鲁沉默片刻 忽然觉得瓦勒说的对 随即便留下了手铐钥匙 让他自己想办法逃走 米克更是直接 悄悄塞给瓦勒一张电话卡 这个号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不过这个小动作 还是被安德鲁发现 回去的路上妮可也不再伪装 表示自己喜欢的并不是安德鲁 留下订婚戒指后 就直接下车离开 看样子他对瓦勒绝对是真爱 当天晚上就找到部门负责人 请求对方将自己调到隔离区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 隔离区关卡迎来了一伙年轻人 他们的出入证件十分齐全 打开后备箱 里面装满了各式武器 守卫没有过多盘查便选择放行 因为其中的小队长 认识领头的女子 她是国内小有名气的网红 以丧失猎人自居 父亲是军方的某位高官 这次他们进入隔离区 肯定又是以猎杀变种人为乐 马勒这边刚刚藏好抢过来的车辆 便被一阵嘹亮的口哨声吸引 走过去一看 居然是那位女网红故意在制造声响 没过多久便引来一具变种人 网红淡定地站在原地没动 对方正要发动音波攻击 突然就被一枪射倒在地 原来这群人在以折磨变种人为乐 变种人一次次爬起来 又一次次被射倒在地 马勒在旁看得牙子欲裂 她想起自己的前前女友小爱 并不觉得变种人只是工人取乐的怪态 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思维和喜乐 有时候甚至比人类还更像人类 找到天台上两位狙击手的位置 马勒悄悄上前 直接将其中一人干翻 随后又居高临下 开枪下退了那名女网红 变种人依靠强悍的恢复力 艰难起身后匆匆逃离现场 马勒想要干掉这位狙击手 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出手 水之下一刻 她便遭到女网红的报复 脚踝处不小心中了一枪 马勒拖着受伤的身体 躲进一间废弃的大堂 这才忍不住昏昏沉沉的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她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马勒知道肯定是鱼哥打来的 于是她毫不犹豫的挂掉电话 却不想第二天再次醒来时 妮可已经根据电话定位找到了这里 此时她已经挑到隔离区的安全局工作 外出走动再也不用偷偷摸摸 但是马勒不想她再次卷入泥潭 所以先前故意挂掉了电话 可妮可像是中了爱情的毒药 得知瓦勒计划对付病毒实验室 她居然打算跟着一起行动 瓦勒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让妮可好好在安全局工作 这样也许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 在养伤的几天里 瓦勒一刻都没闲着 她收集到许多汽油酮以及废弃的发泡棉 米克不解地询问 难道你要扎掉病毒实验室吗 瓦勒很没这么傻 她只想制造动静 将脱离以及负责人吸引出来 在外面击杀他们的可能性更高 米克劝她别傻了 这跟一卵即使有什么区别 瓦勒却是满脸坚毅 有些事总得要人去做 否则还会有更多无辜的人被害 与此同时 隔离区的病毒实验室内 托利博士正在给变种人进行人工受孕 试图将其转变成像莱亚那样的特殊个体 可惜结果却是不尽人意 接连三具变种人 连第一步的受孕都无法完成 负责人艾娃对托利的表现释放透顶 责令对方无论如何都得找一具 拥有健康胎儿的变种人出来 这让托利感受到了莫大压力 一晚上连觉都没睡 天亮了还在寻找解决办法 这时候一名助理跑过来询问 她前不久刚好怀孕了 在这里工作会不会受到病毒的影响 托利顿时眼前一亮 建议她最好做个身体检查 结果第二天 这名助理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 托利果然丧心病狂 居然对孕妇注射变种人病毒 负责人艾娃十分欣赏她的行事风格 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提醒托利 这样做违反了实验室规则 托利靠着强笑而不语 知道对方害怕承担责任 表示自己会提交一份完美的报告 艾娃顿时心花怒放 邀请托利晚上来自己的房间深入交流 第二天一大早 艾娃急匆匆地来到实验室大厅 那位怀孕的助理 居然跟变种人关在了一起 没过多久 她的两眼漆黑彻底化为变种人 托利解释说 昨天帮她检查时 无意间发现她感染了变种病毒 所以才将人给关了起来 负责人艾娃提高音量 称赞托利博士的警惕性很高 即使帮大家排查出一个潜在威胁 可怜一位无辜的准妈妈 就这样沦为两个疯子的实验品 可她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 那名变种人突然血流不止 倒在地上也看就要不行了 毫无疑问 托利的实验计划再次失败 她没想到病毒会杀死胎儿 难道蓝亚的情况真的不能复制吗 负责人艾娃脸色阴沉 正准备转身离去 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花大绑固定在实验台上的莱雅 托利和艾娃脸上乐开了花 这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惊喜 有了这个特殊变种人作为研究对象 病毒疫苗以及控制变种人的方法 几乎唾手可得 不过托利还是有些疑惑 莱雅到底是如何抓来实验室的 此时说来也巧 两天前的莱雅还在隔离区外的庄园内 和男友吵得不可开交 变种民优们觉得应该离开这里 哪怕回到隔离区也比这里强 可男友团更倾向于生活在人类社会 见双方争论半天也没结果 米特突发奇想 如果咱们能跟村民和平相处呢 于是他再次找到村子里 威望最高的小黄毛 试探性地询问 如果你的变种人女友恢复了理智 你还会跟对方在一起吗 见小黄毛居然毫不犹豫地点头 米特的心中乐开了花 他立马跑回去告诉同伴 自己有办法让村民接受打架 莱雅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他还是想回隔离区内 因为人类比变种人更加危险 这时候庄园老大爷跑过来打断众人 他要去树林里采蘑菇 需要有人拍同自己 莱雅不想继续跟米特吵架 正好可以跟大爷出去透透气 渗入树林之后 老大爷告诫莱雅 看好你的男友米特 他其实并没认识到村民的阴险狡诈 迟早有天会酿成大祸 大爷建议莱雅带着自己的孙女 尽早离开这里 或者听完后心中一惊 想不到对方早就识破了自己变种人的身份 老大爷全程板着脸 表示自己只是瞎了 但是不聋 而庄园里的变种人 还在和男友讨论去留的问题 米特突然领着一位村民走了进来 对方正是威望较高 又不排斥变种人的小黄毛 两名变种人知道再也藏不住了 纷纷摘下眼睛露出黑色眼毛 小黄毛先是一愣 但是很快镇定下来 有米特这个交际王子在 他跟变种人迅速打成一片 只言对方跟普通人几乎没有区别 米特突然叫走几个人表示有事商量 只剩下其中一名男友环顾四周 他默默走到小黄毛身边 表示自己其实是被迫留在这里的 他想跟小黄毛里应外合 联系警方将这群变种人抓起来 小黄毛还没表态 米特就带着众人返回大厅 几个人经过商讨决定 要跟本地村民们一起举办晚会 这样能够更好的促进融合 小黄毛当即表示没问题 他有把握说服同伴前来参加 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 当米特将小黄毛送出庄园时 后者突然出声提醒 小心你们当中有个叛徒 米特嘴角上扬 伸出手恭喜小黄毛通过考验 原来刚刚所谓的叛徒 只是对他的一次试探而已 想不到米特也有如此谨慎的一面 此时的他对未来的融入计划 更有信心了 而树林中的老大爷 见蘑菇采得差不多了 提议两人早点回去 可莱亚却说自己还想转转 让对方先走一步 原来他早就察觉到 身后有人在跟踪自己 制作了老大爷 莱亚再也没有任何顾虑 直接绕到跟踪者身后一招之敌 这个男人深知黑色独家的威力 连忙交代自己是受爱卡公司雇佣 前来助纳莱亚的 莱亚早就不想杀人 警告对方回去告诉雇主 不要再派人过来送死了 当夜幕降临 庄园里的变种人 还在憧憬明天的村民聚会 小黄毛突然来访说是带来了好消息 当他走进大厅时 好奇地询问米特去了哪里 好友解释说 他出去寻找采蘑菇的女友了 小黄毛点点头 突然举枪射到一名变种人 这时候又有几位村民冲了进来 剩下的变种人立刻发动音波攻击 不过很快就被子弹打断 小黄毛面露猙獰 大喊着一个不留 当庄园老大爷回来时 这帮村民已经开始清理现场了 两男两女的尸体摆得整整齐齐 老大爷出身呵斥 他们之中也有人类 接着就要举枪射击 谁知却被身后的小黄毛抢先开枪 树林中的米特此时已经和莱亚碰面 后者显得有些慌乱 他感应到变种女孩的情绪波动 米特拍着胸脯保证 他已经让村民接受了变种人的存在 可当二人抵达庄园时 只看见冲天的火焰之上云霄 米特直接摊倒在地 莱亚也感觉到变种人同伴已经死亡 两人知道此地不宜久留 趁着夜色匆匆逃离现场 莱亚想起庄园老爷子的告诫 斥责米特太过自打 结果却被村民玩弄于鼓掌之间 米特也被这样的结局打击得不轻 但他只是想过正常人的生活而已 莱亚悲从心来 所以你才是害死他们的真凶 随即便偷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米特把心一横 那咱们以后再也别见面了 莱亚当场失控 嘴中发出尖锐的嘶吼声 身后的米特惨叫一声 下一刻便晕倒在地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绑在一棵树上 原来莱亚还是舍弃了自己 恰好被赶过来的村民捡了便宜 小黄毛嘲笑米特太天真 虽然自己不排斥变种人 可他们将病毒传给村民怎么办 见米特始终不肯交代莱亚的去向 他决定带同伴四处找找 只留下一位村民看着米特 科技人刚刚离开没多久 一道锋利的匕首划破了村民的喉咙 艾卡公司雇佣的杀手出现了 将米特带到一处废弃的地下商场后 这名杀手终于暴露残忍本性 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上行将米特折磨得惨叫连连 直到对方濒临崩溃 杀手这才开口询问 你的女友莱亚在哪里 米特强装镇定 谎称莱亚寄宿在自己的朋友家 其实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莱亚因为感情破裂 意志变得消沉无比 再加上长时间没有注入葡萄糖能量 面对警方的询问 他的音波攻击还没使出来就晕倒在地 与此同时 安德鲁再次被叫到办公室训话 军方大佬对他的表现很不满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现莱亚的踪迹 则令他必须在一个月内抓到人 安全局的负责人知道克莱托病毒 已经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当即表示自己也会亲自带队寻找莱亚 可刚刚走出办公室 便听到警方的汇报 他们在路边抓到了昏迷的莱亚 于是就这样 莱亚被安全局送到了病毒实验室 负责人艾娃对他可谓是熟悉无比 不但用面罩来防止他的音波攻击 头上还戴着可以读取大脑活动的铁环 只要莱亚想用心理感应控制某人 铁环就会释放电流强行中断 脱力劝他不要再试图反抗了 只要乖乖配合 帮助实验室研制出病毒解药 也许莱亚和孩子都能过上普通人生活 而隔离区外的萨莎此时也没闲着 他利用黑客技术 找到正在被软禁调查的艾卡公司负责人 表示自己掌握了艾卡公司的大量罪证 如果不想他们被曝光 那就赶紧放了自己的黑客朋友 负责人起初并未当回事 可他第二天就收到一点资料 上面记录了不少艾卡公司的实验罪证 这下负责人彻底慌了 立刻让自己的律师前去收集信息 第二天萨莎便接到了负责人的电话 对方只查到黑客朋友 被艾卡公司抓去实验另外一个项目了 萨莎想用公布资料来威胁负责人 随着对方斩钉截铁地表示 如果你公布资料 项目负责人会立刻处死黑客朋友用来掩盖痕迹 这是艾卡公司的应急处理流程 萨莎顿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她并不完全相信负责人说的话 于是利用黑客技术 顺利入侵到了负责人的家里 通过视频监控 她才了解到更多细节 想不到黑客朋友 被抓到一个叫做冰川的项目实验室里 唯一的知情者 可能只有那位负责抓人的职业杀手维克了 萨莎听完后心中一动 暗暗记下了这位杀手的名字 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位叫做维克的杀手 居然会主动联系自己 当然这一切都是米特设下的局 她的真实用意是想让萨莎赶紧来救自己 可职业杀手哪有这么好欺骗 她要求萨莎在十分钟内 提供一张莱雅的镜照过来 萨莎挂掉电话 立刻意识到米特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可她上哪去找萨莎的镜照呢 此时郑主还被绑在病毒实验室的病床上 虽然她的大部分手段都被限制 但是仍然能够远距离呼叫同伴 不仅仅是实验室内 连外面排华的变种人 都齐刷刷地朝着病毒实验室走去 一场人事大战即将开启 研究员小心再三 连最基本的葡萄糖都不敢提供 为的就是确保那家时刻保持虚弱状态 托利博士劝她放宽心 自己只想研究出病毒解药而已 随即掏出一根针管 打算提取开盘干细胞 那家缓缓抬头双目如炬 针管突然开始远离皮肤 慢慢朝着托利的眉心刺去 忽然一阵强电流袭来 那家的精神控制被打断 回过神来的托利冷汗之流 如果不是那家头上的防控铁环即时生效 她今天铁定在这里了 这时候负责人艾瓦跑过来 则骂托利是不是不想活了 可后者却有自己的想法 只要能够探索研究 她什么时候在乎过自己的性命 待艾瓦离开后 托利又作死地拿起手术刀 她先在莱雅的脖子上晃了晃 对方的脑部活动并没有异常 可当接近腹部的胎盘位置时 她的双目再次失神 握着手术刀的手也缓缓抬起 莱雅的控制能力再次发动 眼看托利就要滑向自己的脖子 防控铁环再次生效 托利也随即恢复意识 虽然刚刚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可神情却变得无比兴奋 因为她发现只有莱雅的胎儿受到威胁时 操控他人的能力才会生效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托利摘掉了莱雅的面罩 耐心解释说 自己只想取些胎儿干细胞研制解药 那家满脸的不相信 难道你们不想研究操控变种人的方法吗 托利连忙摇头否认 那是负责人艾瓦的想法 这跟自己没有关系 莱雅其实一直都想恢复成普通人 确认取出干细胞对胎儿没有影响 最终同意了托利的请求 而这边的萨莎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 为了解救背绑的好友米特 她必须在十分钟内 找到一张莱雅的镜招发给杀手 黑客妹妹蒂娜的表现出乎意料 她找到一张莱雅在网上的照片 稍稍改变头发和眼珠的颜色 再一看上去 这跟刚刚拍摄的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边的萨莎也没闲着 她用代码制作了一个小程序 当杀手接收到照片的一瞬间 她便准确定位到对方的位置 而杀手也相信了莱雅就在萨莎手上 非常爽快地答应出来见一面 却不知道自己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确认杀手维克已经前往约定的见面地点 萨莎根据定位悄悄潜入废弃商场 五花大榜的米特果然就在这里 当被放了鸽子的杀手再次返回时 这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可她也不是轻易服输的人 既然此路不通 她还有别的办法 回到家的安全局负责人刚刚下车 就被一颗圆球吸引了注意力 接着下一个就彻底失去意识 唐纳安全局负责人 就这样被杀手维克抬上了车 当他再次醒来时 也享受到了和米特同样的待遇 可惜结果却是大相径庭 负责人交代出来呀 就在格里区的病毒实验室后 杀手毫不犹豫地将他给灭杀了 这边的米特已经被萨莎带到居住地 说起杀手的名字 萨莎才知道对方正是绑架自己黑客朋友的人 当即就要去找他逼问朋友的下落 米特劝他别痴心妄想了 以杀手的狠辣手段 十个萨莎都不是他的对手 除非能够找到丧尸女王莱雅 那时候才有可能对付对方 萨莎忽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格里区的变种人正在朝着实验室聚集 米特当即想到一个可能性 女友莱雅是不是被抓去实验室了 她觉得有必要钱去看看 不过现在格里区的防卫系统都被安全局接管 萨莎短时间内根本无法破解 黑客妹妹蒂娜自告奋勇 她有个朋友可以带大家进入格里区 众人好奇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第二天这位朋友便亲自找上门 对方正式号称猎部者的女网红 因为父亲的关系 她可以自由出入格里区猎杀变种人 要带几个人进去自然不在话下 可女网红也是个性十足的主 虽然她跟蒂娜从小就认识 但是也不能无常帮助米特和萨莎 米特嘴角微笑 询问以身相许如何 女网红嫌弃的摇了摇头 还是萨莎靠谱一些 她能提供变种人的定位装置 猎部者有了这个简直如虎天意 女网红欣喜若狂 让大家收拾东西准备准备 第二天一大早 萨莎等人便随着她的皮卡车抵达隔离区内 蒂娜表示定位器藏在了隐秘的地方 需要取出来才能送给大家 米特想要跟着一起离开 却被女网红强行留下 别忘了你之前承诺的报酬 米特有些无语 长得太帅终究是个麻烦 会特同班后 两个人直接在现场开始了表演 蒂娜第一次进入隔离区 对周边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萨莎劝她不要大意 自己要先去前方探探路 可当她再次返回时 却看到蒂娜已经被变种人盯上 萨莎焦急的大喊一声 变种人居然抛下蒂娜 静止朝着萨莎冲去 后者连忙转身 绕了一圈甩开变种人后 一把超级傻愣愣的蒂娜逃离现场 两个人很快来到一间隐蔽的地下室 这是萨莎之前在隔离区准备的定居点 蒂娜像是没从刚刚的遭遇中恢复过来 坐在地上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时候门外走了一道身影 居然是分开没多久的米特 原来她并没有跟女网红 做出对不起来呀的事情 而是将对方绑起来趁机逃走了 也就是她的生存经验比较丰富 换作其他人被绑住双手 可能早就被变种人活活摇死了 这边的萨莎掏出定位器 确认变种人还在实验室附近聚集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潜入实验室了 这边的那家自从跟瓦勒分售后 事业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指数领导大卫 起初还能以收视率不佳为由 对她指指点点 随着那家直接越级找到电视台的总编辑 将自己想要直播采访的构想说了一遍 后者略微沉思一番 最终答应了那家的请求 顺带还将大卫教训了一顿 那家心中热得不行 表面上却中作有些懊恼 告诉大卫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收视率 随后又邀请对方 作为第一次直播采访的嘉宾 因为他也经历了起初的病毒爆发 观众们对当时的城市大逃亡 以及截略者很感兴趣 大卫想了想 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不但能增加收视率 还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却不想这一切都在那家的算计之中 当直播访谈开始后 那家没有按照事先编排的剧本来 而是反问大卫 当初病毒爆发时 他是如何带着家人第一批逃离隔离区的 要知道当时的运输工具十分紧张 大卫先是一愣 接着又有一位特邀嘉宾走上台 对方声称自己是名老师 但要撤离时却被告知 名额被人买走了 直到最近才从隔离区逃出来 可惜他的家人早就死在了里面 那家的目光如炬 据他所知 大卫曾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收集了大量逃离名额 并且高加卖给明星朋友们 大卫的脸色煞白 说这是子无虚有的诽谤 可台下观众的情绪已经被点燃 纷纷喊着大卫该死 大卫积极败坏 站起身就要对那家动手 不过很快就被工作人员拦住 这起直播事故导致的后果 就是负责人大卫被抓走调查 总监质责那家破坏了行业规矩 不过看在这期节目收视率 在创新高的份上 让他以后主持节目时收敛一些 那家欣喜若狂 从此以后这档节目 就是自己说的算了 他让小助理好好准备 明天将有不一样的内容播出 而实验室里已经得到干细胞的脱离 正在没日没夜地配置病毒解药 直到其中一份样本 将血液中的克莱托病毒吞噬殆尽 他的脸上终于露出狂喜之色 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脱离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艾娃 并找来一具变种人进行实验 注入抗病毒解药后 变种人开始剧烈挣扎 可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 艾娃有些不耐烦正准备离开 变种人忽然安静下来 再次睁开双眼时 对方已经能够开口说话 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藏在这里 所有人的脸上起起露出笑容 毫无疑问 脱离的抗病毒解药生效了 他转身找到第一位 注射病毒解药的变种人 询问对方感觉怎么样 谁知下一刻 那个女人的双毛再次变黑 想不到他研发出来的解药 只有几个小时功效 不过此时的艾娃并不知情 他带来一位新的研究员 强势地让脱离交出解药配方 后者自然不肯就范 艾娃直接选择摊牌 让安全主管赶紧抓人 脱离完脸淡定 示意艾娃看看玻璃房里面 发现一号实验体再次失变 艾娃脸色已变 难道病毒解药无效吗 脱离地回答喜忧参半 效果自然是有的 但是具有时效性 必须每隔几个小时注射一次才行 艾娃想死的心都有了 如今只有脱离掌握解药配方 难道自己从此就要受制于他吗 天性要强的艾娃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想到一个快速研制解药的办法 那就是取出莱亚体内的胎儿进行研究 这肯定比有限的干细胞效果好得多 脱离骂他疯了 这跟杀鸡取卵有什么区别 可艾娃哪里顾得上这些 他之前在莱亚脖子上套了一个爆炸项圈 只要按下遥控 立刻就能让莱亚失手分离 到时候取出胎儿易如反掌 脱离顿时语色 想不到艾娃疯狂起来比自己还可怕 而这边的萨莎和米特并不知道 莱亚即将面临生死危机 此时他们还在研究如何进入实验室解救莱亚 却不想黑格妹妹蒂娜 居然被这两人悄悄走出了居所 她在漆黑的街道左顾右盼 远远看见一只变种人现出身形 蒂娜定了定神大步赢了上去 难道她想咨询死路吗 可更加神奇的还在后面 变种人居然无视蒂娜 静止朝着远方走去 女人有些崩溃了 难道连变种人都嫌弃自己 结果却招来一记英国攻击 蒂娜痛苦地倒在地上不停哭泣 萨莎听到动静后立刻赶过来 对眼前发生的一幕十分不解 回到居住地后 她不停追问蒂娜为什么要去招惹变种人 后者纠结很久 总算说出实情 原来蒂娜患上了罕见的绝症 医生说她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怪不得变种人见到蒂娜都要绕道走 因为他们只会选择优秀健康的女性感染 可后来她从萨莎口中得知 变种人拥有超级免疫力 能够治愈一切伤口疾病 这让蒂娜重拾了生的希望 决定赌一把让自己染上克莱托病毒 交代完一切的蒂娜担心萨莎会嫌弃自己 谁知后者天生情种 当即表示支持蒂娜的决定 而且坚信两人之间的爱情 能让蒂娜向莱娜那般保持理性 米特对此很有发言权 觉得这个方案可情性很高 不过普通变种人无法感染蒂娜 这种技术活还得莱娜操作才行 将她从实验室救出已经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 住在飞机学校的瓦勒 也在想办法对付实验室 看着满满驿车的燃料 米克震惊地询问 你这是要炸飞整个实验室吗 瓦勒满脸阴郁 衣车燃料最多造成比较大的伤亡 但是不一定能够炸死托里和艾瓦 米克感觉背脊发凉 斥责瓦勒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实验室会因此死掉多少无辜的人 这样做又跟艾瓦他们有什么区别 瓦勒可不管这么多 他觉得实验室里的人都该死 米克对他失望至极 当即表示自己要通过法律途径去制裁他们 而此时的萨莎也陷入无比纠结之中 因为实验室安保系统 已经升级成独立的网络 他想要再次入京 必须潜入实验室内部接上网络才行 萨莎也是胆大包天 居然伪装成电脑维修工 试图混进病毒实验室 好不容易骗过前台守卫 却栽在了刻薄死板的安全主管手上 对方一声令下 就要将萨莎带走审问 好在这时 在安全局任职的妮可恰好经过 遇到前男友饭事 他没有选择袖手旁观 谎称萨莎是自己的司机 只是好奇想要进来看看 随即便领着他离开了实验室 萨莎没想到两人再次相遇 会如此尴尬 干脆破罐子破摔 请求妮可再帮自己一次 那就是将右盘插入实验室中的任意一台电脑 这对妮可来说并不是难事 因为病毒实验室已经隶属于安全局 他以审查的名义进入后轻松完成任务 萨莎实质如飞 总算成功入侵到实验室的内部网络 可接下来的行动更加危险 应该派谁去将莱雅带出来呢 大家同时想到一个人 那就是仍在孤军奋战的瓦勒 如今有了萨莎的黑客技术 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实验室 接近托利等人 何必在大费周章搞什么引爆计划 瓦勒对此十分心动 当即和众人制定出一套潜入方案 最后米特还不忘提醒 别一心只想着报仇 记得把莱雅救出来 而这边的那家也开启了 完全由自己把控的直播节目 他特地请来几位从隔离区逃出来的幸存者 想不到这些人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 处处受到当地居民的歧视 最后只能窝聚在脏乱的贫民窟生活 那家的初衷是想消除这种不平等观念 随着现场观众反应激烈 本能地认为这些人就是瘟疫的源头 那家不得不中断直播采访 将这群偏激的观众请出演播室 结果整场直播下来 只有那家一个人在台上演出 电台总监对这期节目很不满 收视率下滑不说 许多广告商也因为那家的立场取消了赞助 因为没人希望从隔离区出来的人 危害到自己现有的生活 那家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隔离区里的人其实也是受害者 理应受到公平的对待 总监客不管这些 告诉那家要么迎合观众的胃口 要么立刻滚蛋 回到演播室的那家陷入绝望之中 他热爱这个舞台 曾经立志抨击社会的所有不公 可惜没有一个人支持自己 此时的那家终于醒悟 其实没人在乎所谓的真相 他们想要的只是血腥和屠杀 于是在第二场直播访谈中 那家请来两位猎杀者 作为特邀嘉宾 台下观众纷纷拍掌叫好 因为这些人专门以猎杀变种人为乐 而且还惯以高大上的名头 那就是清理病毒 还给大家一个干净的环境 结果这期节目的收视率飙升 观众们自发跑上前索要那家的签名 他是第一次享受到被人追捧的感觉 对于这样的转变 一直跟随那家的小助理稍有不满 可那家哪里顾得上这么多 工程明就带来的快感 早就让他忘记当初的誓言 有人问他是支持隔离区难民 还是当地居民 那家表示自己不支持任何一方 他只是在告诉人们真相 隔离区内的病毒实验室 周边布满了放上的守卫 小道上还时不时有巡逻队经过 瓦勒想要潜入根本找不到机会 就在这时 米特和蒂娜装作情侣打架 靠近了实验室 顿时吸引了巡逻队的注意 瓦勒不敢耽搁 连忙利用绳索攀上围墙 他就这样顺利潜入实验室 接下来就该轮到萨莎表演了 接管安保系统后 他对实验室的一切了如指掌 瓦勒在萨莎的指挥下 游游进了自己家 可惜转了半天 也没找到莱雅的身影 萨莎怀疑他被藏在了秘密地点 否则监控早就显示出来了 瓦勒耐着性子 推开一个个房间排查 他此行的目的可不仅仅只是救出莱雅 还要杀死最大恶极的托利和艾瓦 谁知两位正主此时挽起了内讧 只见托利将艾瓦迷晕后 飞速取出了项圈引爆器 他比瓦勒先一步来到关押莱雅的密室 直接给对方注射了一管葡萄糖补充体力 莱雅还在蒙圈时 他身上的一套套枷锁已经被解除 连最致命的项圈炸弹都被写下 托利告诫莱雅接下来只能靠你自己了 那个疯子打算杀掉你和孩子 而此时的艾瓦已经从昏迷中醒来 察觉裤腿里的引爆器不见了 他瞬间明白了一切 而这边的瓦勒总算找到莱雅所在的房间 却不想迎面遭受一记音波攻击 好在莱雅身体太虚 吼到一半便贪婪下去 瓦勒按道一声好险 这才想起来询问托利和艾瓦在哪里 远程指负的萨莎劝他先带莱雅离开 瓦勒正要出去看看情况 却不想艾瓦突然举着枪走了进来 瓦勒和莱雅顿时陷入绝境之中 他很遗憾当初瓦勒没有追随自己 却没领悟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 原本处于昏迷状态的莱雅 忽然伸手一抓 瓦勒顺势夺下手枪 形势顷刻间发生逆转 不过中了一枪的艾瓦没有身亡 而是化为了变种人形态 瓦勒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抱头将其击杀 见莱雅仍然虚弱到无法行走 他决定去找另一位仇家脱离报仇 可谁都没想到 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实验室门口 艾卡公司的杀手维克居然赶到了 他充分发挥人狠话不多的风格 走进实验室见人就杀 没多久便找到蜂蜜的莱雅 他就这样硬生生的将对方劫走了 萨莎从监控中看到这一幕 想要提醒瓦勒 谁知对方此时连耳麦都没带 因为他已经抓到了最大的仇敌托利 看见莱雅不翼而飞 瓦勒更是气急败坏 他又回想起小艾被托利折磨到生不如死的画面 手中匕首毫不犹豫的扎了下去 飞剑的血液沾满全身 此时的瓦勒犹如恶魔转世 他突然想到尼克的告解 如果被仇恨蒙蔽双眼 你和艾瓦托利这些人又有什么区别 瓦勒粘写的双手忍不住颤抖起来 没过多久 驻扎在附近的军方守卫终于赶了过来 萨莎心中急得不行 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瓦勒被当场擒获 士兵向安德鲁汇报 那间密室中只有艾瓦的尸体 以及受伤昏明的托利 得知莱雅被职业杀手带走 男友米特都快欺诈了 萨莎宽为米特放宽心 他一定要办法追踪到莱雅的下落 果不其然 杀手维克将车开进一间废弃仓库后 第一时间联系到艾卡公司负责人 表示任务已经完成 需要对方安排自己离开隔离区 负责人露出自信笑容 只要将莱雅掌握在手中 任何人都别想轻易给自己定罪 却不知刚刚的通话 选被萨莎偷听的一清二楚 而且他还根据手机定位 找到了莱雅的藏身之处 而另一边的大明星那家 为了博取眼球 居然在直播节目中 爆出了丧失女王莱雅的存在 对方不但拥有自主意识 而且还能操控变种人大军 甚至繁衍后代 台下观众义愤填膺 如果不除掉莱雅 变种人族群弹劾负面 一时间莱雅的名字 成了普通居民的心头大患 不过那家也很快被军方大佬请去喝茶 对方责怪他无视了保密协议 从而引起了民众的恐慌 不过碍于那家此时的身份地位 光头大佬也只能好言相劝 希望他能引导舆论 让民众相信 军方正在全力研制解药 那家听完后玩耳一笑 表示自己会考虑的 而他上一期节目带来的影响 正在以恐怖的速度发酵 甚至连专职的猎杀者 都在隔离区四处找寻来的踪迹 杀手维克并不知道 自己早就被人盯上 他刚刚离开藏身的废弃厂房 网红猎杀者便带着一票兄弟走了出来 看见藏在车厢中的莱雅 众人露出狂喜之色 只要杀掉这个丧尸女王 他们猎杀者的名头 将响彻全世界 莱雅因为和米特分手 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 只能任由跳梁小丑蹦的 就当女网红硬枪对准莱雅的小夫时 顺着定位赶来的米特突然现身 她的眼中没有丝毫畏惧 即便是死也要和莱雅死在一起 女网红狂笑不止 就凭你一个人还想英雄救美 谁知下一刻 她的眼神忽然变得呆滞 原来是莱雅发动了精神操控 几名同伴瞬间中枪倒地 而莱雅因为米特的出现 各种能力已经恢复到巅峰 只见她缓缓靠近女网红 仅仅几个呼吸间 这个猎杀者便化为毫无意识的变种人 唯一的幸存者见识不妙 立刻带着摄像机跑路 莱雅心中怒意微笑 她还没忘记那地将自己带出实验室的杀手 没过多久 毫不知情的维克提着行李回来了 看着地上的尸体正在差一时 躲在车中的莱雅 便来了一记音波攻击 维克还想拼死挣扎 却被莱雅一巴掌划破了手臂 这时候在另一边搜索的萨莎也赶了过来 她很想知道自己的黑客朋友被关去了哪里 后者说了句 你很快就会知道 接着便独发身亡了 一旁的莱雅有些手足无措 刚刚纯粹是不小心划伤对方的 而另一边的那家听从了军方的建议 在直播节目中表示 莱雅已经被控制 大家没必要对她过多担忧 可就在这时 那名幸存的猎杀者冲进了直播室 手里还拿着刚刚拍摄的录像 看到莱雅操控网红连杀数人的视频后 现场观众露出了震惊恐惧的表情 七七喊出莱雅必须死 眼看节目即将失控 那家有些恼羞成怒 她对着摄像镜头喊出莱雅的名字 告诉对方如果想要消除影响 那就来参加自己的直播节目吧 不过莱雅此时并没有收看直播 萨莎的女友蒂娜跑过来 请求她主动感染自己 可莱雅知晓原因后居然一口挥绝了 因为她深知变种人会给自己 以及爱人带来怎样的痛苦 与其这样 死亡未尝不是最好的出路 可一心求生的蒂娜根本听不进去 居然趁着莱雅睡觉时 悄悄切下一截毒指甲 虽然莱雅其实尖叫欲紧 萨莎也立马追了上去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蒂娜已经用莱雅的指甲 划破了自己的手掌 她让萨莎不要跟来 担心自己失变后无法恢复理智 可萨莎哪里会放任对方不管 直到蒂娜停下脚步再次转身时 她的眼珠已经变得漆黑如墨 萨莎坚信女友即使失变 也不会攻击自己 谁知蒂娜始终面无表情 甚至发出了因果攻击 原来蒂娜根本不爱自己 可就在这时 一名西装男忽然现身 她的手上拿着一个奇怪装置 居然操控着蒂娜站在原地门丝不动 而昏迷的萨莎也被几名西装男子带走 另一边的米特和萨莎 终于看到了那家发出的直播邀请 两人对视一眼 决定不去凑这个热闹 他们已经打算永远待在隔离区了 就在这时 萨莎察觉到外面有陌生人靠近 走出去一看 居然是疯子托利找上门来了 原来对方不知什么时候 在萨莎体内植入了定位器 想不到他对病毒解药的研究 仍然念念不忘 萨莎其实也想回归普通人的生活 又念在托利在实验室救过自己 于是点头答应合作 托利心中心喜 当即表示在合作之前 必须摆脱外界对萨莎的关注 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应运而生 没过多久 电视台的那家接到萨莎的电话 对方表示愿意接受直播采访 不过时间地点由他来顶 而且必须是实时的同步直播 那家心中心喜 当即找到军方的光头大佬 表示自己会通过引导话题 让民众逐渐降低对萨莎的敌意 但是他也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放了监狱中的瓦厄 而另一边被西装男抓走的Sasha 醒来后第一眼便看到了自己的黑客朋友 转眼来到第二天 那家收到了萨莎发来的信息 见面地点就在隔离区的废机场房外 于是他立刻乘坐直播车赶了过去 周边此时赢不满了变种人 不过那家确实淡定无比 他知道萨莎对自己并无恶意 当一切准备就绪 那家开始提出事先准备好的问题 谁知萨莎答非所问 他说之前播放的女网红视频并不完整 对方其实想杀死自己的孩子 他为了自保才出手反击的 萨莎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受害者 他很想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也希望普通居民能够接受变种人的存在 因为只有爱才能让他们恢复理智 那家听完后感同身受 他再次变回当初的正义小记者 提醒萨莎小心附近的埋伏 后者似乎早有准备 在变种人的掩护下 迅速坐进米特的面包车中 时至下一刻 炙热的火光冲天而起 萨莎所在的车辆化为火海 周边的变种人也跟着四散逃窜 正在观看直播的民众派长叫好 变种人女王终于死了 转眼来到六个月后 消失许久的那家 找到曾经的小助理 希望对方能够帮助自己 一起在暗中发布言论 让民众接受变种人的存在 使之小助理目光闪躲 随后一颗子弹是中了那家的心脏 曾经的当红主持 就这样死在了大街上 可怜的小助理很快也被杀掉灭口 而监狱中的瓦勒 终于被无罪释放了 这一切虽然有妮可从中运作的结果 但主要还是瓦勒放下了仇恨 当初她在实验室 除了事变的艾瓦 她没有杀死任何一名活人 连大仇家托利都放过了 最令人意外的是 原本已经被炸死的莱雅 此时正身处隔离区的豪华酒店内 想不到之前的汽车爆炸 居然是托利安排的假死计策 也只有这样 莱雅才能免除各方势力的觊觎 最终她在托利的帮助下 成功生下一位健康的婴儿 米特抱着自己的女儿 身旁的变种人 居然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难道真正的变种女王诞生了 以上就是劫后余生的全部内容 这部剧虽然告一段落 但是变种人的故事还在延续 艾卡公司的另一个项目 冰川计划也在秘密进行中 看着效果应该也是和操控变种人有关 可惜这部剧已经没有第四季了 不过喜欢的朋友也不用沮丧 阿琪后续会带来更多的精彩好剧 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